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又或者給電郵我們的 電郵地址是ask at 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換在研究務局分析員丸子希在旁邊跟我們聊天 Hurry,你好 你好,Jeanette 今天市況非常興奮,升了四百多點 到22,302點 我們之前說的新經濟的板塊 好像有個沽壓,但今天真的有個不錯的反彈 一洗颓風,全部都有個不錯的表現 好像環保股257,中國光大國際 都升超過半成,報9.36 包括水務371方面,都升超過6% 報4.49 中東環保表現兩例 曾經一度都升超過9%至1成左右 現在升幅稍微收窄,不過都不錯了 升7.4%,報4.35 似乎今天環保相關的股份有個不錯的炒作 怎麼看現在的情況 其實他們是最壞的情況有過創 還是還是跟市況 之前人們太低,在PE吸引的情況之下 所以有一番追捧理 如果你說環保股來說,又未去到最壞的情況 本身有個回吐 其實我又覺得,環保股來說 大家所熟悉的光大國際 或是水務股 風電股,太陽能股 前陣子都有個明顯的回調 這個我覺得是跟市場氣氛的關係比較大 主要都說,先前很多行業開始在估計 在第二季的中國經濟GDP 其實接下來的增幅來說 看得真的比較保守一點 令到一整個大市都有一個震盪氣氛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本身上個星期有幾個主要因素 會令到特徵 會令到某部分股份 好像沒有什麼消息都會滑下來 這個其中包括一個環保類別的股份 一是就是PE比較高一點 就是股值上面 二十多倍PE的股份 全部都洗下來 另外一方面當然是一些半身股 這兩個類別的股份 上個星期或前幾段來說 如果你說洗倉式下跌的情況 時常出現 如果你計算本身以環保股來說 我們一是說行業結構上的增長 另外一方面當然是看國策的表現 你說結構性的增長來說 其實環保股去到現階段 在5月12日 是不是都市場繼續維持一個 比較高增長的一個看法呢 這個就要看回個別的環保分類 以現階段來說環保經常都說了 要麼你就買一些新能源類別的股份 另外一位分析員Jason經常都說了 風電太陽能那些 另外一方面就看一些綜合環保股 這個就是一個光大 另外一方面就看一些水利 或者是污水處理的這些股份 綜合環保股來說 我依然覺得那個高增長的勢頭 如果譬如說光大 繼續受著一個政府的支持的話 其實他們不斷地做一些垃圾發電 或是在相關的不同的項目來說 其實我會覺得那個高增長依然是保持著的 但問題是 就是我比較擔心一些水利股 甚至是說污水處理 這方面其實很多隻股份 都進行了不少的收購 我覺得很多隻股份都現階段負債率 都已經是比較高一點 他們有沒有繼續有這樣的高能力 去收購更多項目 開始有少少疑問 所以我們見到整個環保股 開始有個反彈的時候 我會覺得你個別 如果你說家庭觀眾來說 買這類別的股份 可能要看看裡面的分類怎樣去看 以現階段來說 你說驗七好像在圖上來說 先前就跌了10元 跌到10元以下 好像很抵貌 誰知道你買下去之後 就有一嵐嵐到9元以下 上回來9.35元 我會覺得你可以看一看 本身小處買的入博 回到10.5元 這隻股份依然都有結構性的增長 接下來這份發布的業績 不會說差得去哪裡 這些股份來說 還是一個比較穩陣的選擇 如果是剛剛你整個版來講 257就是剛剛你點名說到 股價向好的 星期超過半成報9.35元 在較早時分5月9日 集團都宣佈了 他們旗下位於在浙江省的 第一個垃圾發電的項目來講 都正式投入商業營運 都有前景在這裏 再加上剛剛你說到 業績方面都應該有些東西看 收入方面就持續上升 而且在2014年方面的補貼 在稅務補貼那裏 都有個不錯的增長 既然是這樣的話 前景又可以繼續看高線的情況之下 你說這些可以少著買些 目標價可以去到哪裏 都應該可以往10元上 如果你說現階段來說 市況其實你會見到 有個反彈 尤其是主題的板塊 但問題是 究竟可不可以保持持久的上升動力 我在這兩個星期 或者這幾天 跟家人觀眾都講過 如果你說在5月、6月 傳統上看得比較淡一點的月份 買股份就盡量比較少著 或者買得短一點 始終我會覺得市況都是不明朗 今天升四百多點 明天是否繼續上升 四百多點 但只有五百多億成交 好像不太跟得足 這些形勢上 我會覺得少著買光大便好了 現階段來說 駁的話我短線就駁10元 阻力位是十個半甚至五十天線的水平 駁的話我駁回整數 始終是一些心理關口 以光大來說 我會覺得政府的支持都依然在 如果計算一個新項目的發展 垃圾發電 依然都繼續在不同的市政府 都是一些很支持的項目 對於他拿到新項目 用來保持高增長能力來說 亦都是一個挺利好的看法 而且不斷買新項目 其實融資需要依然都會在 但光大有個好處 就是你伸手問市場拿錢 市場有很多錢給你 實融資到的這些股份 所以你說不斷買新項目 保持高增長 其實依然可以在這股份的看法上 好啊 Harrie 最近都看到新聞 國內的居民經常示威 經常反對興建一些貓化盧等等 最近示威的情況好像嚴重了 而且效力都在到 起碼看到中央政府會聽民眾的聲音 可能真的要暫時不興建 會不會說這些都算是一些比較理淡的消息 始終阻礙了興建一些的焚化盧 或者在這方面的項目 不多不少都會受到影響 起碼如果現有的話 或者沒那麼快去投產 對啦 當然在焚化盧來說 如果你這樣打入一些內地的白道 自然有些新聞出來 又說某某地區 反對興建的焚化盧 又說污染又說什麼 香港也是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內地來說 我覺得反對聲音是會在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一個城市 即內地一個城市要建一個焚化盧 民眾的聲音表面上會繼續聽 純粹個人意見 但是要建的話 我覺得不是那麼難的 始終在內地的政府的角度 或者在城市要規劃的角度來說 不會面對議員繼續在拉布 或者做這些情況 始終要建一個焚化盧 亦都不是那麼難 所以如果相比起257來說 我覺得那個關係上 不會說有太大的利淡 始終他們的焚化盧的標準 其實都符合到很高的環保標準 對於實際的環境影響 不是那麼大 所以這些新聞 大家聽下去 可能是在心理上 有少少負面壓力 但是你說實際上 對於股價上 先前的跌浪 不是因為這些因素 而有負面因素 主要我覺得利淡回環保項目的原因 其實整個行業有部分資金 在留意中 會不會說中央政府 在資金上有機會收縮 所以現階段 今天有個回升的趨勢 我覺得不需要對於這些新聞太擔心 謝謝Harry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另一位主持人和大家聊天 有事想問 繼續打給我們 每日時間3時35分 再去答答大家的問題 稍後再談